上午呢虽然说我们只讲了一个小案例 那么这个小案例呢 其实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让你 经常呢 在你们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经常会有这种分组套温的情况 是吧 比如说在微博里面 微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栏目 那么每个栏目下面的粉丝有多少 哪些大V下面的粉丝 我按照大V的粉丝的从高到低给我排序 是不是 有这种场景吧 比如说按照省份 你的用户来自于各个省吧 那么现在我想 求出每个省 用户最多的 那些什么 销售代表 他有多少客户是不是 按省来统计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场景 好嘞 那么上午呢我们遇到一个小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在分组的时候想改变它分区的数量 是不是刚开始搞的时候出点问题啊 好比如说现在呢 我是不直接掉股肉败 那直接掉股肉败 是不是你原来那个RDD有几个分区 生成这个新的RDD 你看原来原来那RDD是哪个RDD 是不是聚合之后得到一个RDD吧 这个RDD里面装的是不是是 学科跟老师合在一起 是不是是个key啊 然后 这个次数是不是Value啊 对不对 那以后我按照它来进行Groove 我按照 我是不是将这个RDD进行Groove Groove败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指定到底按哪一个 属性来进行分主吧 对不对 那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读书败 下滑线是不是 它是一个圆主啊 它是这个圆主吧 然后下滑线1呢 是不是这个小圆主 然后 再下滑线1呢 学科吧 对不对 但是我想改变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分组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它这个分区的数量 这么一搞出错了 是吧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如果传两个函数的话 你要指定一下 它的函数的对应的这个类型 函数这里面对应类型 那你怎样写就可以了呢 这个函数 首先 读乙是传一个函数吧 这个函数 这儿是不是一个函数 那函数 是不是比如说 叫我给这个取Groove 变成T 那么这个T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一个圆主 使菌 使菌 然后 印他吧 注意 你要指定一下 它的类型就可以了 然后 我按照哪个分组啊 T点 下面1点 下面1 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这样写就OK了 好吧 那你如果写的时候出错了 这个时候呢 要指定一下 它分组之后 它这个类型是什么 你要指定一下 它团的这个参数 是什么类型 然后返回 它是不是可以自动推断 对不对 你传的时候是一个圆主 套圆主 对吧 然后T点下文1 下 点下文1 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 G啊 对不对 好 那 咱们先 假设先不改变它分组的数量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分好组之后 是不是对这个Map 分好组之后 是不是RD里面装的是一个一个的圆主啊 圆主的key 圆主的第一个元素就是 学科吧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不是对应的是一个迪代系啊 也就是说 这个学科里边 所有老师的数据 是都可以放在一个迪代系里边了 对不对 那你想一想 我们现在如果有两个分区 但是有多个学科 那么多个学科里面 有多个学科 只有两个分区 那就意味着一个分区里面 有可能有多个 学科的数据吧 但是你一分组了之后 组和组之间是 隔离的吧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迪代系 来单独引用一个学科 是不是一个迪代系 单独引用一个学科的数据吧 虽然说他们在同一个分区里面 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分组里面 是不是 那么你想一想 你已经分组了 分组就意味着这个数据 是不是肯定跑到一个分区里边 那一个分区 一个区 一个分区 是不是肯定在一台机器上 那就意味着一个学科的数据 是不是肯定跑到一台机器上了 跑到一台机器上 我是不是就可以 在这台机器上进行排序了 那怎样才能排序呢 是不是将这个分区 一个分区 是不是对应的是一个迪代系啊 那这个迪代系我toolist 是不是就把它放内存了 然后再塑的外 注意这个塑的外调的是 scala上的 集合上的塑的外 是不是 然后再反转 我要取前几个 是不是 我取前三个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不可以把它做一个参数传击权 比如说我现在要取top10 那怎么办 vl topn等于rg是0 哪是1 你骗我 0有了 0有了是不是 你没骗我是吧 是我是我太笨了 好 这个topn是不是做一个参数 可以传选 你想求top底 是不是 你想求多少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要指定它是什么类型呢 .toint 没问题吧 .toint是不是就搞定了 对不对 是吧 没问题 OK 那么这是第一个小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呢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有哪些问题 你想想 这个数据 它原来是放在磁盘里边 我通过迭代器里边一点点读 那你一下toolist就意味着 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放到内存里边 那放到内存里边 是不是有可能内存会爆料 那现在比如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我要你求微博栏目里边 哪些用物的粉丝量最多 然后求用户粉丝量 他的套篷 也就是说用户粉丝最多的那些大V 按照粉丝的从高到低 你给我进行一个排序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栏目啊 我按栏目来分主 是不是有体育栏目 有什么的八卦 有什么电影 各种各样的话题吧 叫话题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分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toolist就有可能爆料 是吧 有可能爆料 那么我们能不能想一个方法来解决呢 好 接下来咱们用第二种方式 这个至少能写五六种方式啊 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适用场景 你想一想 我目前就是求这个追求欢迎老师 我用用这种第一种方式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有人说有几亿条数据 可以吗 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师特别欢迎 我自己写了程序 不停的访问那个网站 是不是也有可能产生几亿条数据啊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数据 是不是我在求分组套和N之前 我是不是先聚合了一次 比如老赵被访问了一亿次 但是在此之前 他是不是会按照这个 学科这个老师作为key 然后那个 次数是不是已经聚合过一次了 聚合过 即使我有一亿条数据 但是聚合之后 我是不是就这一条 BGD老赵被访问了一亿次 对不对 那其实对于这个案例来说 你拿这 你就用这种方式完全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学科向的老师 他的数量是 有限的 比如说一个学科向下面有一千个老师 一千个老师也就一千条数据 在那时候当中排败 对不对 没问题 是不是 好 那么咱们现在呢 再换另外一种方式 咱们再换另外一种方式 前边这不都是一样的 前面都一样的 这个TopN呢 前面都是一样的 我不分组了 我聚合之后 不分组 这是不是 我聚合了 聚合之后 我不分组 那不分组 有人说不分组 你怎么 取每个组的套分呢 你想一想 如果我的数据特别多 我一分组 是不是有可能会 在每个组里面进行排序 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 我调 Skala的排序方法 是不是有可能会出问题 Skala里面的排序 是不是要把数据放到 内存里面排 你调Skala的集合 是不是要把数据放到内存里面排 但是如果是相同的数据 我调RDD的排序 它会不会内存一出呢 注意RDD的排序 是内存加 磁盘 它是不是可以把中间结果 写到磁盘里面 是不是 OK 而且RDD的排序 是可以在多台机器上 并行排 我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现在讲有点 讲一下吧 比如说现在呢 我有好几亿个数 好几亿个数 这个好几亿个数呢 它分散在 多台机器上 也就是说 它有很多分区 是不是 假设有三个分区 所以有很多很多数 现在呢 我要你 给我完成一个全局的排序 比如说这里边有 这个 1 666 9999是吧 然后333 然后这里边呢 有 10 55 8888 8 然后这里边有 4 333 6666666 那么假设啊 这里边有好多好多数 现在我要你完成一个全局排序 你想想怎么样才能全局排序 有人说把那个所有的数据搞到一台机器上不就排了吗 是不是 是这么想的吧 把这个所有的数据搞到一台机器上 是不是我通过网络杀分到一台机器上 是不是就可以排了 你们是这么想的吗 局部排 啊 可以 比如说先局部进行排 是吧 那么局部排完之后 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是要进行一个 suffer 在suffer的时候 它要分 rind rind是分范围 那么 这个范围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这个局部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含义 太大的功能 那么 比如说这里边有好几亿 很多的数据 数不过来 但是你只要放到内存里面 它就会出现 溢出 那数据特 数量特别特别大 那怎么办呢 咱们这spark怎么排的 spark 是不是想要去全局进行排序 那比如说我是一到一到一百之间的数据 我怎么样 我suffer到 这台这个分区上 可不可以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rind partitioner rind partitioner 什么意思 是不是按范围来进行分区啊 那它的功能呢 它在真正进行分区之前 它要对你的数据进行一个采样 看一看你的数据呢 到底在哪些范围 然后看一看你有多少个分区 它会计算每一个分区的数据 该是什么样的范围 ok 我这里边就是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到一百的 是不是都suffer到这里边 那么suffer到这里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 十 四 在这里边进行排序 你看是不是一到一百之间的数据进行排序啊 那么如果是升区的话 是不是一 四 十啊 那么在这个分区里面 是不是就是 有序的 然后 比如说一百到一千之间的数 啊 它其实会分得非常的均匀啊 我这里边举的例子有点不太恰当 比如说一 比如说 三百到三百到六百啊 三百到六百的属于 比如说这个是一百一到三百 三百到六百的数字 在这个这个分区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把 三三三 五五五 那假设这里这个是四四四吧 这里边又有三四三 三三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有多个字数字相等 是不是 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也可以排 好 假设就是三四三吧 那么这个时候进行排序 是不是把这个数据suffer到 这台机器啊 那么他在排的时候怎么排的 是不是三三三和三三相等啊 但这个三三和三三相等 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先后顺序吧 你不可能让他们俩怎么样 在同一个 不能把他俩合并了 比如说有好多数据要排 那么他们俩相等也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啊 好 那接下来 这个范围呢 比如说 假设这个分区里面是装的是 各十百千万十万啊 一万到一百万之间的啊 我就举一个假设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是不是会把这个数据suffer到 这个分区里面 那么这个论子法 你看看他的功能是干什么 他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论子法内容不是我们制定一分区 是自带的啊 spark自带的一个分区 他是不是解决了我们海量数据 进行全局排序的一个问题啊 你想想 如果有大量的数据在一台机上排 那台机器是不是内存不够 并且速度特别慢吧 现在我希望多个人一起排序 但是多个人一起排序 那就意味着有一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 你排的数据跟我排的数据 是不是有可能会 重复啊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范围 不好界定吧 而这个论子法内存在怎么样 是不是事先把 这个范围的数据是不是都搞到一个分区里边了 你这个分区是不是排 从多少到多少吧 下一个分区是不是排从到多少到多少 下一个分区是不是才从排另外一个范围 但这个范围 你想一想 他是不是按照这个分区的编号 这个范围这个数据是不是从高到低达 然后这是零号分区 这是一号分区 这个是二号分区 那里边装的比如说是888888 然后666666 然后999999 这里边是不是有的是多了 咱们假设就是这样 那排好了之后 是不是你看看整个是也是全局有序的吧 虽然说这个结果在多个文件当中 但是它整个全局是不是依然是有序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这个Spark在排序的时候 为什么它数据量再大也能排呢 比如说现在我的总共的内存只有5个G 但是我有50个G的数据 我想排数据排序 可不可以排 可以排 为什么 它是不是是内存加磁盘的 它可以将中间结果是不是行到磁盘里边 是不是 是内存加磁盘进行排序 Spark的RDD SparkRDD的SATA 拔方法是内存加磁盘进行排序 OK 没问题吧 但是SATA的集合排序呢 是不是要把它放内存里边才能排 那数据量大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现在呢 我刚才引出了一个问题 引出了一个问题 引出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Skala的 Skala的集合排序是在内存中进行的 但是内存有可能 可能不够用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呢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就不好啊 那可以调用RDD的SATA 上办方法 这个方法呢 RDD是什么 内存加 加磁盘进行排序 内存加磁盘进行排序 好嘞 那咱们来看 现在呢 我是不是想用RDD的排序方法 但是直接 我直接点 有人说 你不就想排序吗 直接调扫子外不就完了吗 好 我调扫子外 请问我应该怎么排 消限点 消限 你想一想 这么排 是在每一个学科内部进行排序吗 是不是 所有的学科都参与排序了 他是不是 就是按照老师访问的次数的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了吧 对不对 比如说我传一个Force 是不是现在他就 根本就没有考虑学科了 就是按照老师 点击的次数进行排序了吧 而我的需求不是 进行全局排序 而是在 每一个 学科里面进行排序 那怎么办 我还想调RDD的SATA 还想 然后在每一个学科内部进行排序 那怎么办 你想一想 我能不能 把每个学科的数据先过滤出来 先过滤出来 怎么过滤 下滑线点 下滑线1 点 下滑线1 等于等于 比如说 B个Data 你看我这个柱串 球等等 是不是就是 E-Cose 是不是 那就是你也可以用E-Cose 是不是 柱串我等等 就是E-Cose 那么 咱们来看 如果他 过滤 你想一想 这里边是不是进行过滤 过滤之后 是不是会生成一个新的二点 Filt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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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RDD里面装的数据 跟原来这个RDD里面装的数据有什么区别 对应的数据仅有一个学科的数据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过滤了 是不是因为过滤过滤 没问题吧 没问题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再调SoudBuy 可不可以 再调SoudBuy 按中排 下滑线点 相信R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传一个Falt 对不对 那么 比如说我要求 Take 求第几个呢 求前三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边是不是已经排好去了 我再take 注意 现在我调的是RDD上的SoudBuy 方法 方法 数据大也没关系 为什么它是不是在多台机上排的 它是不是内存加 吃盘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叫Top 我这个参数呢 比如说这个TopN 这个参数呢 我也传出去 以后呢 不写实 FavorTeacher 好嘞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Teacher怎么样 打印一下 你看take它返回的什么 take它是不是一个 Action take是不是相当于Clack之后 它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它排好序之后 这里边 take相当于 它是取出来前N个 是吧 那么这个取的是把所有的收据 都收据到Driver端 再取 还是 还是怎么样 它其实在E2T 你看这里边 你看一下它的原代 这个时候 你看这里边 如果No.0 直接返回一个空空族 那么如果呢 如果这里边 你看这里边 是不是 这里边 看到 是不是有Rundle 是不是提交作业 然后提交作业 它在里面取出来 这个数据 其实是在此之前 已经要 取 取好了 再返回的 而不是先返回了 再取 你想想 如果我的数据有100条 我取前三个 它是把这100条 都收集到Driver端的 再取前三个 还是 这个程序 其实在E2T 里面 是不是已经计算好了 来 来来 我重新描述一下 这个 take 前几个 是把所有的数据 收集到Driver端 把它放到一个数读里边 再从这个数读里边 取前几个 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 而是 是不是它会把这个任务 下发到集群里面 然后 是不是已经在集群里面 排好去了 是不是 它是有顺序的 然后 在集群里面 是不是取出来前几个 然后把 你就把你想要的那前几个 是不是给 通过网络 收集到Driver那段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打印一下 那么这个take呢 它就是一个action 就是一个action 好 那println favorteacher.2buffer 好 咱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问题 哪个 参数 又忘传猜了 取前三个 刚才那个po 可以藏了 你想一想 这个时候排序 是不是就数量再大 它也 哎 这怎么还没执行呢 我刚才没转吗 数量再大 它是不是可以内存加持盘啊 但是我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是不是只能求具体的某一个学科的数据啊 但是 我是不是要计算的是多少个学科的数据 还有psb加了e呢 没有了吧 那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将所有的学科的这个配置 在此之前都读出来 比如说我可以从数据库里面读吧 比如说我可以从配置文件里面读吧 是不是 那比如说 vl vl saba saba 再次等于 horror horror 然后呢 比如说这里面有 big data 还有呢 java e 还有呢 php 或者是有很多 是吧 那么这个很多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从一个配置文件里面读 也可以从数据库里面读 假如我配置文件和数据库里面都没有 你猜能不能搞 也能搞 我是不是先执行一个程序 我在这里面 我的数据里面是不是有具体的某一些学科吧 我是不是可以先下发一个任务把这个程序 里面有多少个学科先统计出来吧 有哪些学科先计算出来是不是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看这个程序就变得简单了 怎么样呢 我是不是foal循环啊 foal谁 是不是foal那个subdice啊 然后在这里面执行对应的业务逻辑 那么你想想第一次循环是否拿出来一个学科啊 这个时候就不能等于具体的big data了 而是 什么的 是不是 好 那么拿出来一个学科进行过滤 过滤之后是不是 进行排序 然后把结果 取算吧 然后进行打印 最终执行完了 是不是释放资源的 好 接下来咱们执行一下 好嘞 哎 这个程序怎么就只有一条数据呢 只有一个学科的数据呢 上面 上面哪去了 哎 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啊 再找 再找 哎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啊 那 我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他打印了一下结果 然后又打印了很多log 然后接下来 再打印结果 然后再打印一些log 然后最终 这个数据执行完了 然后这个程序退出了 你帮我想一想 因为这个程序 是不执行到这里的时候 他怎么样 是不是有多个学科啊 那么是不是有循环 循环的时候 他是不是相当于对原来的数据进行过滤 过滤之后 就拿出一个学科了 然后是不是进行排序 取出来前几个吧 然后就把结果给打印了 接下来 这个时候是不是在第一次 是不是这个take take处罚了Action 好 take 是 一个 Action 这个take是不是就相当于Clack的 只不过是他会取前 前几个 是不是 是一个Action 会 处罚 任务 提交 会处罚任务提交 好 那 你看这个take 那么take是不是第一次 循环是不是处罚一次Action 他是不是会把这个任务提交到 集权里面执行啊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又进行 一次循环 是不是又处罚一次Action 我们知道处罚Action 是不是他就会提交 任务到集权里面执行 然后是不是又处罚一次Action 是不是又提交到集权里面了 没问题吧 是不是没问题 好嘞 那 现在呢 你想一想 这个程序 和我上面第一次写这个程序 它的区别有哪些 你帮我找区别 这个区别是不是相当于就处罚了 一次Action 是不是就这个collect处罚Action 对不对 而 我们这个写的程序呢 是不是相当于处罚了好多次Action 有几个学科就处罚几次Action吧 你说这两个程序 哪个好哪个不好 各有各的好 为什么 第一种程序 第一种程序 如果数据量比较小的 或者是我们这个学科里面的老师 比较少的 是不是 用这种方式 轻松可以搞定吧 但是如果这里面的学科 特别 学科下面的老师特别特别多 学科又比较多 那么你一图list 是不是有可能 内存会出现 溢出的情况 对吧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而下面这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呢 我是不是 虽然说把任务提交到集群里面 执行了多次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保证 你在数据量大的时候 内存不溢出啊 你想想是不是相当于 也是一个大任务啊 数据量大吧 有可能会内存溢出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分多次 把它提交到集群里面 你说好不好 是不是好啊 各有各样的场景吧 对不对 你原来呢 是不是很多学科里面的数据 一起计算 而现在呢 我预估某一个学科里面的数据 特别特别多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单独把一个学科 给过滤出来 然后用RDD的 sodby方法来进行排序 那是不是是更好 RDD的sodby方法 是不是内存加 吃谈呢 对不对 对吧 好嘞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虽然说 它会把任务提交到集群里面多次 但是它相当于每一次 是不是都计算的是 一部分数据 这样呢 是不是可以避免我们的数据 太多 造成内存溢出 并且它掉的 sodby方法是掉的RDDsodby RDD是不是是将数据 在多台机器上进行排序啊 内存加次团吧 理解了吗 小伙伴们 因为你还是要来一个小伙伴不认 所以我们先来发表 来看 这种方式虽然说